我们来到奥运站的利奥坊一园 你见到楼高是超高的 这个是天台特色户 一个802尺的山坡道 还有一个海景 很简直 前面有地铁站和奥海城 入门这边有节目门 一个圆关位 一进来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是U型的 色面就有黑色一点点 然后再加了木色的櫃面 冰箱 下面还有洞格 整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它桌面也够多 还要用明火炉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倒桌的桌面 可以方便你早餐吃东西 逛櫃的位置 再转一下 拍饭厅的位置 摆位置上就挺难的 因为它是玻璃 所以基本上放完沙发 你可以做那些挂屏的电视 然后这个又有特别小小 它掉了进去 我猜它预备你弄一些櫃 然后再转过来 还有二百多尺的平台 就在这边 平台外面还有一个洗手盆 不过我们暂时走不出去 等一会再拍一会 小小的睡房 尺寸就是2mx2m 有个隔音瓶 前面就有一些马路 但是这边也看到 青衣那边的桥景和外景 都相当阔的 而且楼底真的很高 再转过来 楼梯底的空间 就有个储物室 另一间睡房 也有个佳音瓶 也挺吵的 而且它有个工作露台 看出来就看吧 关会讲过来 下一次我觉得它做得挺精巧的 很实用 而且如果真的住在这些单位 真的个人要瘦上一点 都可以的 整体的收容量不差 这边就是主人的套房 发展商就做了一个玻璃衣柜 上面就是高度高不可怕 把床放在这边 然后就有另一个露台 看出来也有海景 其实挺舒服的 平台位就在这里 看出来就有一个山景和海景 很漂亮的 主要是浴室大一点 而且它有窗 跟盒子差不多的配置 不过再大尖一点 整体来说是很帅的 高楼底的优势真的很大 然后我们再走一走 看看内置楼梯 我们顺着内置楼梯向上走 楼梯边可以挂一些画 点准一下 那走上来 哇 这边推出来 天台挺方正的 而且挺大的 看出来的空间也很阔的 然后这边就看到尖沙的嘴那边 有机会放烟花那边 会看到烟花的 前面就是ICC、IFC、湛仔、中人大厦那边 也看到 然后这边 清衣盖 入门 整个空间 漂亮的 还有洗手盘 有些电制位 你自己简简单单 做一些室外空间 开派对都可以利用这些位置 这件事就招标了 大概29,000到30,000尺 你觉得贵不贵? 好